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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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就是 应该是要联考 但是呢 我就是就说我要打篮球 所以就写了一封藏信 给我的父母说人各有志 所以我就没有参加联考 那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 因为老师说的一句话 我开始想说 我将来究竟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的球队都是国家代表队 所以就非常可能就是保送体育系 然后就做体育老师 那我个人对体育老师印象不是很好 然后又想说 完全没有想做体育老师 完全没有想 所以我就退出了球队 所以大概是到高二左右 我才开始想说将来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转念之间 我就开始开始认识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念的是淡江中学 就是非常古老的马杰博士创立的淡江中学 那我们有个传教士德姑娘 她就找我讲话的时候 她就说 小弟你以后可以去念戏剧 那我就想说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人念戏剧 就是考大学非常难考 而且要考上的话都是要什么律师啊 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大学 我考上了文化戏剧系 然后我就觉得 哇真的被侮辱到了 怎么办我要重考吗 成绩这么烂 考上还想重考 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爸爸 大概因为他作末没想到过 我会一下就考上大学 反而是我的爸爸 立刻送了我一本 中国十大戏剧名家 那我就开始看 哦原来元朝就有演戏了 演戏是这样这样这样 原来是真的可以读的 所以我就进了戏剧系 那我到很后来才想 因为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 我后来在想 其实我可能 真的天生注定就是要做这件事 就是因为我想 我从小就这么会模仿人家 我搞笑 然后老师教我念戏剧系 然后怎么想得到 我会考上大学 考上戏剧系 然后就发现自己 真的非常有兴趣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算是科班出身 对这个剧场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其实我 应该说我学的最完整的是剧场教育 我非常非常想做剧场 其实 那但是 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我的老师姚依伟 我就跟他讲 我想做剧场 也想学拍电影 就是也想 因为我电影没有念完 那他就跟我讲说 小弟不可能 你一定要选一个 所以我就 还是选择去 学拍电影 就是在 在现场学习 所以 后来 我们拍电视 就是 拍的很有成绩以后 我就在 我就立刻开始想说 我要来做剧场 那我们的剧场 你问得很好 就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说 我在剧场上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在一个职业剧场里面工作学习 然后我有一次碰到了韩国的一个剧团来 来美国演莎士比亚 那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破破的文化戏剧系 毕业就是演莎士比亚 大家都穿着靴子 穿着雨鞋当靴子 那时候 我就想说 干嘛丢人现眼 我以为是跟我们一样的 结果 在他们身上 我忽然发现 我怎么会来美国念戏剧 我忽然知道说 全世界最精彩的剧种 就是我们亚洲的剧种 因为我们亚洲的这个剧种 就是像中国来说 90%的人是不适自的 对不对 中国以往历史 90%人不适自的 所以你要如何跟他说一个故事 你要如何演得好给他看 你要 所以他是无所不用的 我们的剧场是无所不用的 所以 我惊觉以后就觉得 哇 我都已经练研究所了 我都不懂 传统戏剧 所以我回去以后 也刚好也教过活剧组 所以我这个小小的剧场 你不要看我们这么小 可是我们就有五个 领薪水的演用 那么我们两个 两个是传统戏剧 两个是北一大学西方戏剧 基本上 一个许杰辉我就开玩笑说 他就自发工这样 所以我就是让传统戏剧的带 就是带暖身的时候 他们互相带 所以我觉得小小的明星剧场 有虽然是把我们拍电视 就当时拍电视很辛苦 电视主的人每次都 回来都很堵栏 因为那剧场地板都差很亮啊 大家只在那边拍戏就好了 拍戏的 那时候回来很累 觉得说 然后妈的 把我们转的节目赔光了 是怎样 但是 但是我想他们今天也知道了 就是说 那个戏剧的剧场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将会再次的集合这样的力量 来走就是希望台湾可以走出这个最最最最 丰富的这个剧场形式 其实 其实那个是 主要是因为拍大院小医师 拍大院小医师的时候呢 因为是 那个是第一次公共电视 有那个大家可以上网讲意见 就是每天播出以后 就有啪 这样很多篇的那个 那个喜欢哪里不喜欢哪里 或者是什么 或者引发他想到什么 那是我们拍戏从来没有 没有过的经验 那我这样 每天每天这样看的时候 而且我就觉得里面 好多好多东西好感动 我觉得有的比我们的戏还动人 可是我们就觉得 OK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大家用这样的热度在关注 我们应该写什么 所以我们讨论了半天 觉得台湾下一个问题 应该是保育 保育就是环境保费 所以我们就拍了副院 那就是关于那个森林保育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来重复去发大发 虽然成绩很快的学生 但为了连续剧 已经去台大 念台大念了几次 有都是请这些 就是真的去科系 相关的科系 各种学校请教这样 那所以是那个时候 我就跟我的partner说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做的每一处连续剧 都是一个社会运动 因为我们就想很多 我们就认为说 保育这件事情 我们到乡下去看警以后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可以结合园艺 或者是水土保队 或者所有的这些教授在这边 然后比如说 人家在那个三边 LANK或者是开民宿 我们其实可以去跟他 就是我们如果网站上 就有他的消息 然后教授我们可以去教他们 然后你要旅游的话 也可以带你去 然后但是不断的 不断的敦促他改进 所以他做一个民宿 真的有欣赏到好的风景 又不会破坏 破坏那个水土保值等等 就想很多 所以我说的社会运动 是这个意思 这位男孩子很臭巧是 我们之前拍一部电影叫《库马》 《库马》是一个真实案例的改编 就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的17岁的儿子 在有吃烤肉的时候 跟朋友发现就分 被一个15岁的男孩子杀死了 然后这个妈妈平民崩溃 然后后来在人家的劝力 就被人倒下 两年多以后 他去监狱探望这个凶手 那结果就整个改变了他 然后后来 他也帮助那个杀他儿子 那个男孩子也很感动 就跟他讲说 你没有儿子以后我做你的儿子 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 是法务部现在很想推动的 修复式的正义 就是正义不是来自审判 而是来自他们的互动 这样子 那因为那个电影的关系 所以电影拍完以后呢 我们变成受到很多 比如说官户青少年啊 那个官户所啊 就是有的保护管束的很多青少年都被带来看 然后很多地方的法院地检署都会邀约去放映 所以刚好那个机会 我在好很多地方的时候呢 也有到一些矫正学校 就是我的意思说 是18岁以下以及18岁以上重罪的这个 这个等于是管束的机构 那我在里面也被他们感动 就是很受到他们的感动 那就是没有想到就刚好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那个幽人神谷的刘老师 他也就是我们很早很多年前认识 但是都没有见过面 就在刚好在那段时间在相见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在青年监狱里面进去教他们打鼓 然后有一次他就忽然打给我说 你来看你来看 今天那个监狱Open House 我们就去看 看到他们在监狱里面学打鼓 那那个时候就决定说 哇 应该把这个写出来 然后在那个之前呢 公文电视的一个朋友 也给我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说 有个老师 他就是中错生啊 他都不放弃他们 就一直拉着他们来唱合唱团 他就觉得说 就算他不爱念书 他如果爱唱歌 也学校 学校应该也跟他保持这个关联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大概这两个合起来 然后也是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就到现在也是维持一样 就是说 我们都会做很多功课 就是这个编剧团队 会做功课 这样 我跟妳讲 我很难讲那个一线之格 我自己很讨厌看人家想要教育我的骗子 所以我没有一个骗子是想教育人家 我只觉得 我只能说 是看看别人的人生 就是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24小时里面 可是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 我会分享到别人的人生 我只是觉得 我其实觉得啊 我没有看过哪一个人 真的人生那么狭义的 我觉得 人生真的不容易 不是你家境问题 就是家里的情感问题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你的限制 你不够帅 不够高 或你不够聪明 或不够什么 或者怎样 人生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对于一般人 怎么面对人生 我真的有很大的敬意 我基本上就是觉得 哇 所以 我想 我其实都没有 我都没有觉得要教育谁 我是说 看看别人的人生 嗯 就是说 我倒没有一定觉得 我知道我们的工作 有的时候 像我曾经在动画大学 遇过 在那个 民主研究所 还是什么 遇过一个年轻人 说 导演我就是看了副业 所以 我来念民主研究所 后什么什么 就是 像蓝政隆 她也曾经在大陆 有一个女孩子 坐得好 就是十几 二十个小时的火车 来跟她讲 就是 因为看了 波利斯大人 所以她去念法律 哈 之类的 就是你会知道说 有的时候 你有 有 那个 会影响一些人 那 嗯 就是 我觉得 那个就是 其实也不是我们 就是 因为很多故事 我们都是去 人生中 找那个 集合了好多人的故事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工作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说 嗯 嗯 我们去替大家做功课 哈 去替大家知道说 嗯 好多人他是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 让大家互相合力 所以 让大家互相合力 因为我觉得 国家的进步 真的 真的 其实是靠 每一位公民的努力 每一位公民都要负责 是每一位公民 我们的责任 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嗯 感谢观看